那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我们这里先给大家进行提示 今天节目最后再为大家带来两条突发消息 首先是来自彭博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就是中美之间又重新启动了经贸谈判 经贸谈判恢复正常沟通 可以说是中美之间恢复各层级沟通的重要一环 那么此前的中美关系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恶化 特别是在二月份的所谓间谍气球事件之后 但是之后随着美国的财长耶伦访华 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 沙利文与王毅的会晤 布林肯与韩正的会晤 一系列高层会晤如期启动 而这一次经贸对话呢 实际上是在耶伦访华期间就定下的 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 现在正式重新启动 也是中美之间恢复正常交流的某一种标志 同时我们还有一条消息带给大家 就是刚刚啊根据来自CNN的消息 美国的啊这个国会外委会的主席梅嫩德斯 现在因为腐败相关的指控第二次被起诉 联邦特工呢在二零二二年的时候 对于梅嫩德斯的家 还有保险箱进行了搜查 搜出了多少现金呢 那我们说在中国一个县官 一下搜出好几个亿来 梅嫩德斯这一边呢 是发现了五十万美元的现金 还有印有梅嫩德斯名字夹克里面的信封里面 有现金啊总共呢是五十万 那么说美国的这个议员汤污这个数量级啊 和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汤汤相比还差的不少 但是梅嫩德斯这个名字啊 我们很多关注中美关系和中国事务的人会非常的熟悉 为什么作为参议院外委会的主席 他在涉及一系列中国的法案上都是签署人或者是带头人 这是一位来自金泽西的民主党议员 今天呢这件事情可以说也是轰动了整个美国媒体 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进行有关的提示 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周末啊周五周五呢结束了之后 我们的这个华尔街论坛就要跟大家休息几天 特别要提示大家的是明天开始啊 纽约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强降温 那如果您有出行的计划 一定要注意做好防寒保暖 感谢给我们打赏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卖团感谢甜点感谢如是我闻 谢谢这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支持